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16号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指出 原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军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 王立军现任重庆市副市长原重庆市公安局长 2月6号王立军便装进入美国成都总领馆寻求庇护后 事件持续受到广泛关注 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中提出 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 王立军在辽宁省锦州市任职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以及锦州市副市长 完全没有相应学历的王立军 到锦州市上任后不到一年 就在他创办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开始了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 并担任主任 研究中心就设在锦州市公安局 报告说 2006年9月17号 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 因为药物注射后 器官受体移植研究 被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奖项 并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 接受新唐人专访时沉重地表示 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所研究的对象 主要来源为法轮功学员 因为当时在王立军担任锦州市公安局长期间 也就是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 这个期间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正是高分期 许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严重的迫害 并且失踪了 至今没有下落 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在成立两年多的时间 已经完成了几千起的器官移植 根据大社国界的记录 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 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 平均每年1616人 而根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供的统计 2003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 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 2006年也仅有22位死者家属 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 可见把全中国大陆的死刑犯器官 和捐献器官的数量加起来 也是很有限的 那么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所进行的研究 是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 给他们注射药品 再对他们进行载取他们的主要的器官 你比如说肾脏 肝脏 心脏 景州的一个武警 在2002年担任活体责区法轮功学员器官 现场支枪警卫 目击了整个活体责区一个30岁左右 一个女法轮功学员现场 以后这个警察两个警察收到了巨大的打击 报告提供了看守所和法院的电话录音 证实移植手术的器官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 追查国际同时证实 这种害人听闻的群体灭绝罪 在中共体制的保护下还在继续进行着 汪志源表示 这是人类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 追查国际 提醒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 制止并彻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迫害 新唐人记者周平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